各位同心大家好 今天來講一個很好的消息 就是美國衛生部長訪台的法理意義 今天要來講這個衛生部長 背來我們台灣的意義 這事情太大還是太好了 美國開始要進行相關的法論 要進行什麼法論的第一 我們之前講過的第一就是就金三條約 然後還有台灣關係法 然後還有台灣旅行法 還有台灣盟邦保證法 還有一些相關我們後續要通過 美國對台灣要國際地位正常化相關的法律 要執行一連串的法律 今天衛生部長他背過來 他就是一個重要的法理意義 美國要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要執行台灣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我跟你說 他開始行動了 這是第一步 他第一步這麼多人會做 之前都在說一些法論 包括我們的抗美案 包括要執行台灣旅行法 台灣盟邦保證法 還有相關的一些法論 以前都在說法論 都說一說而已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他在做 他在做 第一 我們有聽到很多消息 美軍要回來台灣 現在也都回來 陸陸續續他都會到位 我聽到一個消息 我聽說在那兩年裡面 你有看相關的新聞 一些政論結論文 都有你講 兩年內 美軍會正式 在台灣住房 而且是公開的住房 兩年裡面 我以後大概是明年就去了 所以這個衛生部長 是一個先前部隊 他在執行的 這件來意義很大 因為這個衛生部長 他的新聞今天有貴了 待會兒我會講 待會兒我會講一些要害 我們今天要講的一些 這個五個重點 第一個 本次美國衛生部長 訪台一的地位 他現在到底是用什麼新聞 來訪問我們台灣 然後第二個 執行美國國內法 台灣旅行法跟台灣關係法 這件他來就是要執行這兩個 台灣 台灣旅行法在2018年到現在 我們都沒看過還沒做 但是這件衛生部長 過來之後 他就比較先進行 他照這個台灣旅行法 裡面說的定義 也發出聲明 但是我不知道 你動心看有看不 所以我今天給你做解釋 你知道嗎 他要執行台灣旅行法跟台灣關係法 你包括我們的抗美案 他陸陸續續他都要執行 他的一項一項來 一項一項來 然後三 簽署美台公衛安全合作備忘錄 美國跟台灣簽一個公共安全的合作備忘錄 在裡面就有說到這些事情了 但是我跟你說 你很嚮嚇來的 你對台灣官的法跟台灣旅行法 非常清楚的人 這麼看有美台佩安武 裡面說的名字的要害 沒有你看不見 你看不見 有什麼 因為你對相關的法律 你沒有了解 你就看不見 我跟你講這台是很輕的名字 但是你如果對台灣旅行法跟台灣關係法 有非常清楚的 你就知道這件 美國衛生部長背來台灣的一些意義 齁 齁 這些車子裡面都不是妹妹的角色 齁 所以我要特別說明 他的證明在這裡 因為我今天說的這些名字 所有證明都在這裡 那個什麼 那個 這個 美台公衛安全合作備忘錄 就把買東西都收出來 整個都收出來 齁 是 美國軍事政府代理人台灣機構主席 確認蔡英文的地位 要跟蔡英文說他的地位是什麼 所以這件他為什麼特別去記蔡英文 要跟蔡英文說 你們的地位就是台灣機構 你不要亂想 我再來要做台灣 再來什麼 再來他要做台灣政府 你蔡英文麻煩你配合 我跟你說 台灣機構不是台灣政府 台灣政府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機構是什麼名字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你如果聽不懂就是美國總統市的狗 我講過幾個月 麻煩你要看蔡英文的新聞 你要去讀台灣管理法 你只要台灣管理法 你才知道他的新聞 不然你會在那黑白上 現在我 現在我很怕有一個謠言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內部裡面 擴散 所以我現在先主 以風聲 他會說 蔡英文就是代表台灣 要跟蔡英文這個政府做台灣政府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告訴你一個謠言 中華民國不能夠代表台灣 你看你現在所有人都拿 中華民國的國民新聞紙 你是怎麼說你是台灣人 我們看什麼 裡面就說了一個要害 第一 我們台灣人現在沒有國籍 就是你現在拿中華民國的國民身分證 是國際社會 沒有你身心的國籍 你包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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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包括米國在台灣管理法 裡面也說得很清楚 我不會再承認這個中華民國 所以你現在拿中華民國 新 你現在拿中華民國 新 新文證的人 你不是台灣人 你那是無國籍的難民 沒有國籍的難民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如果是沒有國籍的難民 你是怎麼做台灣人 你是怎麼證明你是台灣人 你在法律上你拿中華民國的國民新聞紙 你真的沒有裁定這名說你是台灣人 沒有辦法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中華民國這個國民身分證 是不可能直接就地合法成為台灣公民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就不可能的法律衝掉了 還有台灣這片土地今天又是日本天皇 台日本帝國天皇的土地 你知道意思嗎 也沒有管理中華民國還是中國 所以中華民國要在台灣直接就地合法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控美案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中華民國不是台灣合法的國籍 還有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合法的台灣政府 所以他絕對不可能就地合法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身份 他叫做台灣機構 什麼叫做台灣機構很簡單 就是這樣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美國總統騎得夠 他減時因為沒有台灣政府 所以他減時在台灣做代理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代理政權 他不能夠直接在台灣就地合法 他要叫做什麼 叫美國軍事政府把它收編 他收掉 你知道意思嗎 待會我再講到這個相關的法論 你不要記著 蔡英文這個政權 我告訴你不是台灣政府 他是台灣機構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你最多用這樣說 他是在台灣島上的一個臨時政權 臨時的政府 他不是合法的台灣政府 合法的台灣政府 合法的台灣政府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在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也跟我們的控罵裡面 都講得很清楚 麻煩你從法律來 你從來分裂請做他的新聞 所以我今天跟你說這個要害 因為我今天這種的謠言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內部裡面發售 所以我先注意一下 我已經說了 中華民國政府 不是我們台灣政府 你不要亂不亂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美國政府 完全沒有任何意思 要把中華民國在台灣 直接就地合法成為台灣政府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我這支以往聲稱注 因為就是我們要怎麼這樣說 我們裡面一些失敗非常多 所以我這個以往聲稱注 還有中華民國不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也不是台灣政府 你記得這樣就好了 中華民國現在很簡單 他在台灣頭上的一個流氓政權 這樣而已 他叫中華民國 他的新聞就是台灣自國 你代替我美軍你顧台灣 這樣而已 就是美國總統企業直接告 這樣啦 說得簡單 所以他這件來 這個衛生部長過來之後 也看到他的新聞 看到新聞都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什麼 美台公衛的安全合作備忘錄 裡面 但是你如果對台灣管理法 跟這個台灣旅行 你如果不清楚 你就看不到 我今天告訴你 證明都在這裡 把你 相關的法律 把你抗一抗起來 因為這樣很複雜 這是很方便的人 這麼看我 人家說實在會 你如果對台灣管理法 跟台灣如影法 你如果不清楚的人 你真的都不知道他在變什麼 現在台灣人亂亂亂亂 人察最悲 你知道意思嗎 中華民國跟台灣 他分不清楚 然後台灣管理法 跟台灣如影法 他不得打過 你包括舊星山條 他都不知道 所以 現在所有 都在台灣 頭上的人 所知道 他什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跟你說的是真的 因為我說的是法論 美國政府 都有照相關台灣的 這個法論 他在處理台灣的法論 來做 但是你看到沒有 因為你沒有討論 不然 你就是討論錯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帶我這樣 討論錯 現在法論這樣 按照正義來分解 你才知道 美國衛生部長 為什麼要背過來 你照我這個法論 看你就看有了 最後我們要說 後續美國政府 對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發展評估 再來他要怎麼做 當然他的導導出 他說 過來很精彩 因為人家已經 開始動作 美國政府 對台灣 國際地位 開始動作 再來 一行一行 你看 每個月都有新的消息 對台灣民政 政府的同心 說 你會越來越亂 對 你知道嗎 你對法理 非常清楚 你會覺得 哇 越來越光明 越來越希望 這樣就對了 你知道 那個意思嗎 啊 台灣人 也很爽 那個人說的 台灣人 他也覺得 哇 哇 哇 我要做台灣政府了 哇 台美要建交了 他會這樣想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但是教育所知道 他什麼都不知道啊 對啊 但是幕後 為了美國政府 台灣民政 就補出來了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們都 插 插一個 啊 啊 大家要拚起來 抱歉 問歸 你知道意思嗎 要去台灣民政 沒有了 所以我跟你說 你如果現在要參加 台灣民政 要來做醫療的 台灣高級關聯 更快來報名上課 第二 更快去辦新聞證 這是你最後的機會啊 你如果這個 末班廠 如果又沒有去 沒有機會啊 齁 你要把你所謂 我們家的人 我都給車車 我想辦法都給車車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比較聰明 你這個機會 你要替利 跟你們家族 又加足 緊處 你知道意思嗎 替我們台灣人 緊處你的管理 你知道意思嗎 人韓國會說一句話 我也覺得不錯啦 能拿就拿啦 你知道的意思嗎 有才能替我把它拿就拿 你知道嗎 沒辦法拿去啦 人家要送我們錢 人家要送我們館尾 你的手抓起來了 你知道意思嗎 你要去盡 你要去盡處啊 啊 這個合法 你如果看有,你如果敢的人就拿一隻,你就是這樣,知道嗎? 這就是第一,科研你的勇氣,你有做政客的勇氣嗎? 第二,你對法理有了解嗎? 第一,問你知道不知道,第二,你敢不敢? 問你這兩項而已,敢的拿一隻,知道的拿一隻 很簡單的,所以你聽到我說了,你比較快的,買房車, 你家裡面的人,又要上來,走來上來, 新穩情報,把要趕快補給我,我把我家都有在了,我都給我做車, 強迫上車,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這對,你知道嗎?對的,你就要將他做, 繩花和全壓,你知道什麼嗎? 你做對的事,你才有勇氣啊。 你現在看,現在有人25人,你參加中國美國 這個流氓政策的選舉啦 特別有勇氣啦 所以他只有作為反抗的勇氣而已啦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人 你看有可能嗎 只有反抗的勇氣啦 要叫他參加台灣民政府這個政策的事情 這個合法理業 他沒有那個勇氣啦 所以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證明我們台灣民政府這麼老來 這個同情真的有勇氣 那也很難發論 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材 剩下那兩千萬人 我跟你說都沒效啦 他自己不清楚啦 沒那個勇氣啦 叫他做正經的事情 他沒那個勇氣啦 這樣是要做我們台灣的代表 做我們台灣的官 他連看都看不見 準看不見他也沒那個勇氣而已 你知道意思嗎 沒有勇氣啦 所以我問你 你有說真的去參加台灣民國選議 那些人去做台灣官 你台灣的都害了 我跟你說 人差最白啦 可能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老的我們台灣民政府現在的同情也麻煩你 第一更正的辦新聞情 跟你們家人有才到議會都來 第二 有才到最好的都來 先來就說 先有資格再講 你知道意思嗎 那以後如果這個牌是現 要分也分得多 所以你要掌握啦 機會來 你看有你就要掌握啦 那我們說的都是照法律來 我說的這都是法律 你知道嗎 都用證明 我不會拿無話跟你說 我說了要我拿證明給你 最好的證明就是美國的法律跟你證明 這樣就好了 因為這美國法律說的 我是照美國法律說的 因為美國法律說的 我就跟你說這樣 我也不會去檢位也不會替你證明 就是這樣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說的跟美國政府 他們的政策是一樣的 因為我都拿的法律說了 都說給你聽到你去證明 我如果說證明 你敢不說證明 我如果說證明一件 你敢不說證明 我如果說證明一件 你敢不說證明第二件 只要我去證明第二件 證明第三件 你敢不說的 我真的不相信說 台灣只出我一個職位而已 不可能啦 我如果有證明的 你也有證明 不可以說沒有證明的 你知道意思嗎 我就是要做證明的人 我做證明的事情 我做證明的事情 我有證明 這個名字真的是這樣 照這樣下去會做 整個都做得通的 這樣你今天聽我說才有意義 第一 你會知道 真的知道 第二 知道要你才敢做 來 我們進入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第一個 本市美國衛生部長訪台地位 先說這個阿澤 就是這個美國衛生部長來台灣 他的地位 我們先確定他的地位 他今天到底用什麼新聞來台灣 這很要緊 他 我跟你說 他不是普通的美國人 他代表美國總統和國務卿來台灣 這件事實在太要緊 這代表什麼 他要執行什麼 這個舊金山條約 台灣關係法 你包括台灣旅行也說的 你包括最多想要這樣看 他都會進去 他現在都要執行一連串的美國法律 來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我們先把這個美國衛生部長的簡歷 我們先看一下 他的名字叫做亞利克斯 麥克斯 麥克 阿薩 二世 這就是他的英文 他是1967年 今年差不多53歲左右 也算得很少 亞利克斯 麥克 阿薩 二 曾是美國律師 政治人物 藥廠睡客 前製藥公司主管 現任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部長 曾於2005年到2007年擔任副部長 2012年到2017年擔任大型藥氣里萊公司 美國分部總裁及藥廠睡客團體生物技術創新組織董事會主席 他於2017年11月13日獲美國總統唐納川普提名為新任部長 2018年1月24日獲參議院同意 所以這是美國總統的親信 你知道嗎?他信任的人 他的資歷在公衛部分是還蠻完整的 他這件來的新聞是什麼? 第一個 執行美國國內法 2018年的台灣旅行法 我要執行台灣旅行法 我們台灣旅行法在2018年3月份到現在 你看通過兩年 你看看都沒有執行 那法律都很好了 但是有執行 沒有了 這件正式執行 兩年後的今天正式執行 還有什麼旅行1979年的台灣關係法 他也再次旅行台灣關係法 跟蔡英文的地位再看一件 說我要做台灣政委的時候 你蔡英文這個政權 你不要黑白錢 麻煩你沙泡鳥 去照照鏡子 看你生做什麼 看你什麼是滴百塊還是什麼 沙泡鳥你自己去照 你要怎麼照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跟蔡英文這個政權的地位說得很清楚 把他抖起來 所以我跟你講台灣管理法很要緊 台灣管理法要實施到 中華民國在台灣後來會出擊 你知道嗎 他不會 他不會在台灣還有任何空間沒有了 中華民國就沒有了 所以我跟你講台灣管理法是保護我們台灣 所以你真的不要黑白錢 你如果執行台灣關係法內 中華民國你包括中國的勢力在台灣都會不去 所以台灣關係法實質上你保護台灣 你都不要黑白錢 所以美國人要執行台灣關係法 對我們台灣民政務很有利 所以你麻煩你不要聽正常人 你黑白說他們根本沒有跟你說台灣關係 裡面生做什麼樣子 但是美國國會幾個件跟我們說人要執行台灣關係法 人沒有改變 在歐巴馬總統的時代他就這樣說了 因為六大保證的最後一項的第六項他就說了 我要執行台灣關係法 而且我沒有要廢除 我要執行台灣關係法 人沒有要賠 所以你也不要亂賠 台灣關係法一個字也不會改 他要叫台灣官僚來進行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你包括台灣政府的母法都下在台灣關係法 所以怎麼可以廢 不能廢 真的是有夠要緊的 所以不能廢 要照台灣官僚來進行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台灣關係法很好 所以你們都不要誤會 其實對台灣最好你看 後面是對我們優利的 所以我們第一項先說的法律 我們待會兒也會去說台灣旅行法 今天就是要說台灣旅行法 他的旅行就是今天這件美國衛生部長來的官員 太要緊了 非常要緊 還有因為他執行台灣旅行法的時候 他一定要參照台灣關係 所以再去念一件台灣官的法 跟蔡英文說清楚你的地位 你不要亂賠 你不要亂賠 待會兒我給你看的時候 你給他看他要害你給他看 我沒效了 中華民國在台灣再戰 真的就是這樣 待會兒我給你看這名 然後第二個 這個阿澤他的新聞 就是說他是美國總統及軍事政府的特使 你可以記得他是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排過來的代表 他這件什麼 他坐軍機 他坐 美國 空軍的專機來台灣的 所以這件他有一個新聞 他是美國總統 跟軍事政府的代表 我告訴你 美國總統就是軍事政府 因為他隨時可以 在我們台灣 雞排什麼中領 還是什麼官員來台灣 做我們台灣的 美國軍事政府的首長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美國總統就是軍事政府 就是我們台灣的軍事政府 有沒有 我們的每十天打開都川普總統 有沒有 川普總統就是軍事政府 他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總統 有那個管理說 把三十萬部隊給我調往台灣 他補給就來台灣了 所以美國總統就是我們台灣的軍事政府 的頭 你便懷疑 這是美國憲法規定的 美國總統擁有 美國政府的什麼 軍事還有外交的大權 都在美國總統手上 所以你便懷疑 美國總統就是什麼 台灣的軍事政府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美國總統就是 USMG 為替打開就是USMG 美國總統每天都看到 本市衛生部長是搭乘軍機 本市衛生部長是搭乘軍機 是總統的軍事特使 所以我跟你說 他是代表美國總統來台灣 近小英 包括李登輝 那為什麼 這件來 他要近蔡英文 還跟李登輝算說要給他躍領 算說要給他送 因為李登輝這人很重要 他是美國軍 軍事政府第一位在台灣的代理人 他就實施台灣關係法 後的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的代理人 第一位就是李登輝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李登輝在死的時候 AIT降辦期三天 萬一就在這裡 你知道嗎 他是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的代理人 李登輝是第一位 後來就換陳水扁是第二位 第三位是馬英九 現在第四位是蔡英文 所以他為什麼先進蔡英文後 他才去跟李登輝上白 萬一就在這裡 對美國軍事政府代理人的尊重 你知道意思嗎 說你幫我顧台灣這樣 幫我顧四十年 幫我軍事政府顧顧台灣 算有功了 所以李登輝在死的時候 降辦期三天 萬一就在這裡 這件他要走 他又特別派衛生部長 新來 新來把這裡先打理一下 先執行台灣離行法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以前他過來台灣 他是美國總統和軍事政府的特使 這是他第一個重要的新聞 然後他還有第二個 也很重要的身份 他以下 你知道喔 國務院 國務卿 蓬佩奧的特使 你知道意思嗎 什麼樣的原因呢 因為 這個美國衛生部長的 上 他的 直屬上司什麼人 就是蓬佩奧 他是國務卿 他是這個 國務院的下屬單位 啊我跟你說 這個 等一下我們去講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是蓬佩奧的特使 啊 那也是怎樣 AIT的直屬長官 因為 AIT是直屬國務院而已 啊 啊這件是 這個衛生部長來 他的級 級別 比AIT的 處長更高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就是 蓬佩奧的特使 所以這件的衛生部長來 他的新聞論論 他 他代表美國總統 還代表國務院 蓬佩奧來台灣 喔這很要緊耶 非常要緊 啊這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上阿伯要做台灣政府 所以我告訴你 下一個會 過來台灣重要的關聯 是蓬佩奧 上阿伯是美國總統 會來 他先來走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幾個月以後 蓬佩奧就會過來 那蓬佩奧過來 我告訴你 事情就很大條 為什麼 他是AIT的直屬長官 他是美國總統 最重要的行政幕僚 行政關聯 最重要的就是國務卿 所以國務卿 代表什麼 他代表 差不多代表 整個美國就對了 而且我告訴你 蓬佩奧的聲望 美國政府是很高的 他代表 美國整個國家的議題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知道嗎 因為蓬佩奧 我看他的新聞 未來有可能會 代表川普總統 在下一屆 出來選美國總統 他的聲望盡管 所以蓬佩奧是 我告訴你 是下一屆總統 那個什麼 美國總統 要選 要選舉的什麼 重要的人選 一個很好的就是 那個 共和黨 中央已經選 可能下一屆 川普總統做料 料議 就是蓬佩奧 所以 所以 我告訴你 我來 中國議會很頑固 七參六片 那美國總統 這川普還有做四年 蓬佩奧吃的我做八年 我中國發贏了 我不會騙 七參六片 所以 這間 這個衛生部長過來 他的意義非常大 這個美國衛生部長是國務院的下俠單位 AIT是國務院下屬單位 美國 特使 應該是來 接洽 美國在台協會 成為台灣政府的前置作業 我要說 我們這個 美國在台協會 現在要變做台灣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主 所以我之前 我跟我們的 東星說過 你們要等 我看 最近 我們就要連選做台灣官員 你知道 意思嗎 他會把我們勸 所以我們在等聘書 所以我們在等 台灣政府 你知道嗎 你如果聽到 蓬佩奧是美國總統 他在說台灣政府的事情 哇 開始了 我們就要連選 我也在等 因為我噴到那個米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在2018年 那個台灣 美行法出來的時候 我就在尊 你知道嗎 我就在等 我就在等白了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的抗美 我們抗美都結束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們抗美到2017年 8月底就踩尾了 美國政府跟中華民國 台灣放棄 抗辯權 他們不再抗告 後來美國最高要抗辭 等這個美國軍政府 看他在台灣後來 要怎麼處理 台灣的問題 就是要幫你設立台灣政府 這是確定的事情 所以 這件的 美國衛生部 這個美國衛生部長 就是要說這個事情 我先跟你說之後 我待會要說這名 所以你看看 他這件的專一 這件的專機過來 你看看 美國衛生部長 阿澤 搭乘美國空軍 C 40B行政專機 這是美國的國旗 我要說這是 空軍的專機 這是 代表 美國總統的特使 這裡可以搭乘這種軍機 不然我會說 你自己去坐民用的 這個什麼 你包括去坐法行 你不可以搭行政專機 這個行政專機 行政專機 是 我跟你說 是 有任務人才可以搭的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這不是你要搭就搭 你衛生部長要搭這一台不行 你一定要是美國總統相關重要的特使 才可以搭這個空軍的行政專機 你知道嗎 你有重要的軍事任務 然後第二個 不然你就是外交任務 然後你才能夠搭空軍的這個專機 抱歉 這個不是你隨便可以搭的 所以他附有什麼 重要的特特殊任務 而且是軍方的 代表美國總統 他是軍方的 這件他代表軍方來台灣 然後阿澤他本身 他的直屬上是什麼人 蓬佩奧 你聽得好嗎 所以這重要有兩個新聞先跟你說清楚 因為再來蓬佩奧就要來台灣 蓬佩奧來台灣之後 就是美國總統會來台灣 真後腳硬的來 到底什麼時候你再等 下個月就來了也不一定 可能半年了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也不是蓬佩奧 我也不是美國總統 這不是我決定的 但是 我知道他的邏輯 是他的法理的順序是這樣嗎 再來蓬佩奧就來了 因為他是AIT的直屬上司 蓬佩奧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局勢差不多痛下去了 但美國總統來的時候 他就要選擇了 所以我告訴你 下一個重要的是蓬佩奧 他如果來的時候 可以說我們痛下去了 我們大家等這期拜訓 蓬佩奧來的時候就夠了 你就準備要演拜了 如果川普總統來就夠了 他就要宣佈說 要把你台灣成立台灣政府 這樣就對了 美國政府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我們就是在等這個 這是我們說的要害 所以你這件來的衛生部長的新聞 你要把它用得清楚 再來我們要說什麼 台灣立行法跟台灣關係 這件來就是要進行什麼 台灣立行法 我們是一個台灣立行法 裡面說的重點 2018年就有說 你如果對這個不清楚 你去聽我之前的演講 在我個人的網站上面 2018年在YouTube上面 有講到這些東西 你如果要了解他詳細內容 也要去看台灣立行法 你去聽 我兩年前就說過了 我們來看他裡面的重點 他這個在西巡餐 第三條這一邊 他有說到三項 我要說三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允許美國政府各級官員 包括內閣級國家安全官員 有沒有 所以你去看這件衛生部長過來 是什麼 他是代表國家安全 代表什麼 代表軍方 還有一般軍官 有沒有 及其他行政部門官員 前往台灣 與什麼 台灣同行 台灣 is compact 所以我現在知道這個 台灣同行什麼 什麼人 就是 那個什麼 就是這個 台灣機構的職員 台灣機構就是 蔡英文這個政權的政權 那就是台灣同行 因為我現在才知道 這個台灣同行說的是什麼 蔡英文這個政權 就是我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他叫做台灣同行 就是我美國政府的代理人 就是蔡英文這個政權 所以他叫做台灣同行 所以我現在知道他是什麼 我以前我兩年前看 我看到這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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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知道 我現在對 他用的是專有名詞 台灣同行 台灣那一支compat compat就是專有名詞 那是台灣旅行法的定義 所以這件美國衛生部長過來 是要執行台灣旅行法 你知道意思嗎 我看到這個專有名詞 我就知道 對 他在執行台灣旅行法 因為這是專有名詞 等一下你會再看到一次 爺爺簽的備忘錄 露出馬腳 因為這就是專有名詞 這是從台灣旅行法出來 然後二 允許台灣高級官員 High Level Officer of Taiwan 在尊重 在市場尊重這些官員 有尊嚴的條件下進入美國 並會見美國官員 包括國務院和國務院官員 國防和其他內閣機構 我們說一件事 他說的是 High Level Officer of Taiwan 它是台灣的官員 誰才能夠代表台灣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 同性医療如果去做台灣官員 才能夠代表台灣 為什麼 你的國籍正確 因為你拿中華民國 國民不是台灣人 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是中國的難民 我跟他說你是難民 國際社會不再承認的 你如果代表台灣 你要去辦什麼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你只能顯示這TWA 那些是台灣的真正合法代表 這裡可以代表台灣 你看他用的是 High Level Officers of Taiwan 它是正港台灣的官員 我跟他說 Roc會等於台灣嗎 Report of China Eco Taiwan 你知道嗎 不是 所以他說的是 Officer of Taiwan 就是正港本土台灣人的代表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同性 才可以當台灣官員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是英文的解釋 給他講得很清楚 所以我現在講完 美國總統還是蓬佩奧 說要跟台灣做台灣政府 你就不要誤會是爛 說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是未來台灣政府的 台灣高級官員 知道嗎 你看到這個你就知道 夠了 我們要推牌的 再來我們就開始聯選 做台灣觀點 因為這都法律規定的 美國這個國家是 法治國家 你的什麼新聞都是什麼 法律規定的 叫做法定主義 什麼叫法定主義 在我們的法律上 有一個專有名詞 一些東西的所有權 包括權力的執行 那些是法律在規定的 所以叫做法定主義 川普總統為什麼是美國總統 什麼反應 美國法律規定的 那就是美國法律在規定 就是法定主義 美國的法定主義 一樣 那你為什麼是台灣政府的觀點 是台灣觀點 什麼規定的 美國相關的法律規定 這個台灣旅行法裡面 規定的 叫做法定主義 你包括那些考量裡面 都是美國的法論 在美國這個國家就很簡單 它以法律為準 所以叫做法定主義 你會合不 所以你未來可以 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學院去做台灣觀點 那是法律規定的 叫做法定主義 知道嗎 很要緊的這個概念 就是美國這個國家收法律 法律如果說你是 就是 說你不是 你就不是 你知道意思嗎 好像他一定說 讓美國法律一定說 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台灣政府 他在那些法律裡面就說 在台灣觀點裡一定有說 他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是台灣的治理當地 這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不再承認中華民國是政府的地位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就是法定主義 他如果說你是就是 說你不是就不是 人家法律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用懷疑 他的法律如果寫是就是 寫黑的就是黑的寫白就是白 你不用懷疑 跟中國人法律都不準 他好像是又不是 他好像怕他 他三二名字就不行 他不會這樣 在美國這個國家 他的法律跟你說 寫是就是寫 寫不是就是 寫黑的就黑的寫白就是 他不會這樣變來變過去 今天有後面才沒有 他不會這樣 那只是 那個中國人 那個很嚇死的民眾 講話都不信用 法律也不信用 那個國家就是這樣 你都受他的教友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法律好像是真的假的 到底是有在做 沒有在做 但是照我對英美法系的了解來講 他一旦寫在法律上 他就一定會執行 這是我對美國法律的了解 因為我以前 在香港那裡想 我以前想過的訓練 所以我知道 他們香港人以前是 英國英國很受法律 所以我對他們的法律的證明 我非常了解 他是不可以打原廠的 不能收贏 等他真的給你發 你知道意思嗎 他如果想這樣就是這樣 他不會去今天說可以 明天說不行 帶我們台灣人這樣 法律可以收的 沒有啦 他如果想這樣就是這樣 我現在看 我現在看人 自行過英 英美法 所以我非常了解 他是不可以打原廠的 不能收贏 等法律自行就是這個 他們英美法律的特色就是法定主義 你知道嗎 如果法律聽這樣 他就是這樣 所以他台灣 怎麼說這樣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用懷疑 再來 他又說的 第三個台灣旅行法 第三個裡面講一個重點 鼓勵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台北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待會兒我們會看到這個名字 所以我講 我們有先看到第一個就是這個什麼 台灣同行 第二個就是什麼 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跟這個美國衛生部長他們有簽一個約 和台灣設立的其他機構 這指台灣機構 這美國展開展商貿業務 包括涉及 國會議員 聯邦州或其他地方官員 台灣的任何高級官員的參謀活動 所以我講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這兩個名字 台灣同行 和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那在簽名說的 他要把他的新聞頂下去 他我告訴你 他獨漏了一個台灣高級官員 那你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你蔡英文不是什麼台灣官員 這件就是要把這些事情聽下去 台灣官員就是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才是台灣官員 我告訴你 他這件過來用兩個 用台灣同行 和台北經濟無奈代表處 就是沒有給他台灣官員 好 我給他看這個 我唱一下 台灣官員是什麼人 那我 那你啦 你有沒有聽到我們這 台灣民政委的同行 未來就是台灣官員 但是你又去跟進行 你不用去做叛軍 做什麼 武衛什麼1.123 武衛什麼 你 你就是要留在林子安的 這個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委的代表人 這大叫好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美國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法定主義 人家法律講的 現在台灣民政府的代表人 就是林子安 就是林子安 因為這法律規定的 不管你教他 不教他 他就生成這樣 你都要對美國法律走 你聽不懂 那叫做修法律 什麼叫修法律 你教他的 你當然會修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教他的法律 你竟敢要修 我告訴你 這就是法律 法律不是說 這個我比較教他 對我優利 我要修 你帶那些 那些髒髒 中國人 哇這條法律有效 你要給我修 你知道嗎 你這個 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這個三個公報 對我 中華人民說我優利 你美國要修 你知道嗎 他叫美國要修法律 結果說 中英聯合聲明 這沒效了 這歷史文件 你帶那些中國人 這麼嚇死 這就不是修法律 你知道嗎 這叫做無修法律 你知道嗎 什麼叫修法律 對你不理的 你也會修 叫做修法律 你知道嗎 對你優利的 大家都會修 那不用你說 現在我看你 對你不理的 你要修嗎 你知道嗎 對你不理的 你也要修 這才叫做修法律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美國這個國家 就要修 一些法律對不理 但是他也說 這要修就要修 所以 美國這個國家 人的法律 就不是在說唱唱的 因為那個國家是法定主義 法律如果說你總統下來 你就下來 你拉大都沒效 你做拉大 法律叫你下來 你就下來 所以 在美國這個國家是法律至上 法定主義 法律說怎樣就是怎樣 所以在美國這個國家 這一點法律的人的管理 是最大的 你知道嗎 因為這一點法律的人的管理 真的是最大的 那法律 那法律 跟你說 你有做 你就有做 那說你做美國總統 你就做美國總統 那法律規定的 美國這個國家的結束就是這樣 你不能去改法律 法律還是怎樣就這樣 他不像中國社會說 法律都人下來 什麼人都可以改法律 所以變成無法律 所以為什麼中國社會是無法律 因為法律隨時都會改 這樣就是無法律嘛 我後來就說一句話 打贏的人 幹不來打贏的 什麼人法律 什麼人是死的啊 你知道 九個九個 跟毛澤東的兩個討論 打贏 打贏之後 一樣唱我 再說 再來說法律 要來跟 就地合法說這個歪的 你知道意思嗎 用唱嗎 就是這樣 欸 強盜也有法律 你像蔣介石跟毛澤東那兩個人 那就是 有什麼 強盜在講法律 這樣就是沒有法律 你知道意思嗎 沒有法律 你法律要說 大生才來做 你不用先做了之後 再來之後 再說我要做地合法 我今天先跟你招 我今天把你重甘下去 才跟你說 欸 我愛你承認這 既定事實 你知道意思嗎 我把你女兒承認了 所以我 抱歉 我今天 我今天做你警察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什麼 既定事實啊 你不把你女兒承認了 我說 那是強姦犯 那不是你警察 你本來清掃 你知道意思嗎 你打得很清掃 你知道意思嗎 那個不是女婿 那是強姦犯 你知道嗎 強盜 唱的就是這樣 唱的之後 那就是中國人 要討論 那就是中國人 那就是中國人 那就是 中國人很亂 就是這樣 說不信用 所以人家說 他是討論 強盜國家 他們說的都對 好 那你就知道 台灣理性化裡面 講的重點 就跟蔡英文說 蔡英文 你不要歪歪 你不是台灣官員 麻煩你把你的新聞情 拿去看什麼 這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四個字 等於兩個字 台灣了 你知道嗎 你如果把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你就目銷 你知道意思嗎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 你要把它分清楚 四個字 中華民國 會等於兩個字的台灣 我不是說這些人 找人在哪裡 這樣說你就聽了 台灣理性化 今天這件來指引 就是跟蔡英文說 你不是台灣官員 台灣官員 令有其人 那我 美國政府你認明的 那我美國政府的事情 你蔡英文不是台灣官員 你不能賣相 好 再來說到台灣關係法 那蔡英文的新聞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 第十條台灣機構 我要再說一件 蔡英文一個新聞就是這個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 任何部門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 向台灣提供 或由台灣接受 及接受任何服務聯絡保證承諾等事項 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及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述事項 或由這一機構收到或接收上述事項 此一機構是由美國總統決定而擁有必要的權利 根據本法律代表台灣上面的人民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 這就是台灣機構 就是我們台灣頭頭頂的任期政權 這個流氓政權 代表叫做台灣機構 叫做中華民國台灣 你知道嗎 那台灣機構是台灣政府嗎 不是 就是 他是美國總統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就這樣子而已 我自己發白了 美國總統死的狗 不是這樣啦 他不是台灣官員 也不是台灣政府 不可以賠償 你知道嗎 我剛才有跟你說 剛才就是 前面我有講 等一下會給你證明 他那個簽台美合作備忘錄的時候 他跟他說台灣同行 跟台北今天有什麼代表處 但是他不說他是台灣關聯 他說的要害 你不是 蔡英文你不是台灣關聯 你不要亂想 我覺得這實在很有意思 真的是 我告訴你 你如果真的要抵制法 你真的會看得到 這樣聽不懂 那就是台灣機構 就是 美國總統 你包括美國政府和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就是台灣機構 住在台灣頭 頭上的這個臨時政權 好 我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說他們過來最終的目的要幹嘛 我跟你說 要做台灣政府 這個台灣關係法第六條 美國再來協會 這個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 與台灣進行實施的各項方案交易 或其他關係 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或範圍內 經由或透過下述機構來進行實施 第一個美國再來協會 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比亞特區法律 和成立的非營利法 第二個總統指定成立 繼承上述協會相應的非政府實體 就是說很簡單的 你包括我們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你包括我們的抗美案的執行 什麼人要來自由 美國再來協會 你說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 與台灣進行實施的各項方案有嗎 你要實行什麼法律跟對台灣的政策 由我們美國再來協會來實施 你包括我們的抗美案 兩次抗美案 林治生案、林子安的兩次抗美案 就是要透過美國再來協會來實施 這個實施隊就是要做台灣政府 這最後我們就會說 總統指 以總統指 以總統指定成立 繼承上述協會的非政府實體 他就在說這個 說我們要做一個台灣政府 他繼承美國再來協會 就是美國再來協會 也變台灣政府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做蔡英文的上司 蔡英文這個台灣機構做我們台灣政府的什麼 小弟跟小妹 替我們做事情 你知道意思嗎 我之前說過這個就是 他要做我們的埔議 做我們的路仔 讓我們顧台灣 你聽到有沒有 台灣官員叫他翁東 他就翁東 叫翁塞就翁塞 你知道嗎 那個小弟跟小妹 所以我們台灣民政府 台灣官員也不要為難蔡英文 你知道意思嗎 他也要我們的人 我們的小弟小妹 我們要好好照顧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我這樣說你就聽到了 我們要去繼承的對象 不是蔡英文 是美國再來協會 你不能互會 因為這個法律規定 你就是這次 我們就是要做台灣政府 人家說的 頭如果過 新都過了 我們做台灣政府 我們整個台灣都變台灣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自己發台灣政府身份證 你整個台灣人 你才有 合法的國際地位行為 所以他這件 這個美國衛生部長過來的目的 就是要執行 這個什麼 要做台灣政府 跟我們討論 討論 討論什麼要進行 你要去AIT 美國再來協會 那美國再來協會 就會變台灣政府 因為這是法律規定的 這就是 美國的法定主義 因為法律規定 這樣就是這樣 他不會變 所以你叫這個法律 來看你就看到 他要做台灣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 你看看 這個台灣政府 身份證後面 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在第四條 有一個台灣關係法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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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灣關係法 要制定台灣政府的法律 在哪裡 這 第六條 總統講的 哪個總統 美國總統講 說我要幫你台灣 製造一個台灣政府 那AIT就會變台灣政府 所以我說 這個美國衛生部長照料 要下一個會來拜訪台灣的是蓬佩奧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半年以後 還是下個月也不一定 大家看著辦 哪一國來就對了 哪一國來就對了 那他說要跟你們台灣人做一個台灣政府 我還要說的是 那個總統講的台灣的博士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去做地合法 不是啦 那不是這樣 那不是說那樣 那事情要跟這樣 這就是這個 U-S-N-G-T-C-C-T就是台灣政府 我現在要證明 我剛剛說的 說一堆、紮到一堆他有證明 就是這個 台媒公共安全合作 譬如我直接看一看 我說真的 他在跟你說 我看到媒體 我看到他在執行台灣旅行法 跟什麼 跟台灣關係吧 我看一看 我就笑 但是我說 你要專門的人 你才看得到 我們也說是在位 你也要對這個法律認識的 你才知道他在說什麼 來 這阿傢跟陳時中 衛福部長簽的 來 我們來看他裡面 我跟你說兩個重要的keyword 因為這漏漏等 我沒有介紹他的內容 我跟他說兩個keyword 他簽給我裡面 他說兩個keyword 來 Slow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in Taiwan AIT and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TECRO 就是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就是這個美國的衛生部 and its affiliated agents have enjoyed the site of Celebration with Taiwan Compact 說了一個藥孩有沒有 台灣 Compact 台灣 Compact 我跟你說 那是一個專有名字 台灣的同行 你知道意思嗎 還有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我跟你說 這也是專有名詞 這兩個專有名詞 都寫在哪裡 寫在我們剛才看到的 台灣離型 2018年台灣離型嘛 有沒有 這有Taiwan Needs Compact 有沒有 台灣同行 有沒有 這是專有名詞喔 我以前看的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我現在知道 還有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你也看得到 但是我問你 裡面有沒有台灣高級關聯 沒有 他跟你說 你蔡英文 包括陳時中的部長官 我跟你說 不是什麼台灣關聯啦 你是台灣 台灣機構的職員 你就是我美國軍事政府 請的代理人 你知道意思嗎 他就是執行台灣離型法 但是你對這些法律要很清楚 所以說的這法律要很清楚 他不是台灣高級關聯 你看看 這裡面 全輪裡面 沒有講到台灣高級關聯 他沒有說是台灣關聯 沒有講 一個字 台灣office 他也沒有講 這就是我 你看這個 他們簽這個 什麼 他們這個備忘錄裡面的要牌 他如果說蔡英文 不好意思 你不是台灣外圓喔 我去執行台灣 台灣離型法 我告訴你 台灣關聯令有其人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 未來將零選到的儲備關聯 這裡可以做台灣關聯 所以麻煩你所有人要留在零子安家 乖乖 不要鬧事 你就有機會 你不要像阿公的挑釁說 哇 要做什麼 歸入的亂七八糟 那你就說得出來了 因為這你 科研你最基本對法律的認定 你的認差最悲嗎 你像對蔡蔡的那個人挑釁 你就是人 人說的認差最悲啦 什麼人是你的頭 你麻煩要看法律 法律如果說他 就是他 不管你對這個人 誤意或不誤意就是他 因為這美國法律決定的 你就是要對他走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美國法律 或是美國任天法律跟你說這樣做 你就是這樣做 你不用法 因為美國這個國家是 法定主義 法治國家 法律規定你就真的照這樣下去做就對了 你照這樣下去看就對了 你不用黑白相 他如果美國法律跟你說 黑的就是黑的白就白 你不用黑白相 你不要跟爭執也不要解 你照美國法律這樣下去進行就好了 這是我們一個法律的訓練 你以後都會要遵守美國法律 因為我們以後是美國軍事政府 你幫你管的 我們下面是他的台灣民政府 你要修法律嗎 你要修美國法律嗎 我現在問你最基本的問題 你要做一個合格的台灣觀念 很簡單的 加修法律就好了 你不用做亞蘇做到那樣完畢 沒關係 你最基本你修法律這樣就好了 你就是一個合法合格的台灣觀念 我沒有跟你要求說你要做亞蘇做到那樣完畢 像性一樣一樣 你也不是性 你只要修法律你就不得了 你知道嗎 人的要求就是說我們要修法律這樣而已 60分就好了 我法律來你就要叫法律來給我做就好了 你不用給我做最好也不用給我做最壞 你叫我這樣做就好了 不偏不移法律規定怎麼樣你就要做到那樣 這樣就好了你就合格了 法律如果給你規定什麼你就要做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這叫守法律 這樣就好了 所以在他簽的台美備忘錄裡頭 美台公共衛生合作備忘錄裡頭就看到他沒有 講了兩個keyword裡面沒有台灣觀念 所以陳時中是台灣觀念嗎 不是 那他是什麼 台灣compact 他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美國政府的代理人 所以陳時中就是美國政府的代理人 他一定還有接受 你知道意思嗎 這還有一個意涵 陳時中他是美國政府的官員 沒有 美國政府在台灣的代理人 那叫做台灣compact 那就是台灣機構的職員 你去看台灣關係法 我之前有去介紹過台灣關係法 我有台灣關係法系列的獎章 你如果不知道你真的要去聽 你把台灣官員的頭部的事情都了解清楚 你今天聽我說這些話 你這幾個更清楚 你才告訴他在講 在講第幾條的哪一個部分 哪個部分可以對照什麼部分這樣子 你整個法律的架構才會完整 你才知道說美國政府今天在講什麼事情 那你以後當台灣官員才不會表錯情 會錯意 會錯意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你對美國相關的法律 你真的要給了解 你要記得 今天在戰爭當中 你不能對美國法律在講什麼 他如果說你是就是 說你不是就不是 你不能黑白做 你不能敲毀法律的法律去做 你會說你會打拌勞 我會說 我說的是真的 你不能黑白做 法律幫你規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不要增制 也不要減制 不要增加他的多餘的意思 也不要減少他法律的意義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就好了 不偏不語的表達就可以了 不可以像中國人那樣雞牛 畫蛇天主 他這個法律跟你說五就是五 你不能頭加也不能頭減都不能 他就是五 他講五就是五 你不能說雞牛 這好像我要還要讓他國更精彩 我把家惡 把家惡 把家惡變成七 我告訴你就是死了 你這樣就為我法律 你不能把中國人那樣雞牛 去改法律的意思 法律如果這樣就是這樣 不可以爭 也不要說這個法律 你把法律的意思都會標達 五就是五 你不能把他增加也不能把他減掉 就是五 不偏不語就是五 對 你這樣改歲法律 你才會公正 你才會 把這個法律的完全意思都表達出來 這樣才對 所以 法律裡面 有看到一些什麼 法律最基礎問題 包括公平和正義 我剛才跟你說的 照法律的意義 原始表達 那就是公平 那法律說五 那你表達出來是五 這樣你才會很公平 你不跟頭 你也沒有人驚 你知道意思嗎 不可以跟家也不可以驚 他講五就是五 所以你看看 陳時中是台灣觀念嗎 沒有 他講到什麼 台灣Compart 這專有名字台灣旅行法 還有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書 所以這件 我問你 這件 美國衛生部長 他是跟什麼人簽 跟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簽的 跟這個AIT簽 所以 我跟你說 他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書 因為美國不承認 這個 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他在 美國那個名字 就變成什麼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對啦 因為他不可以用中華民國 因為美國已經不承認中華民國 所以他在美國那邊就放了一個名字 就是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我以前也有講過這個專題 你能去聽 我今天不跟你解釋 他就是 他就是 台灣機構的台灣同行 跟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代表這樣而已 就是中華民國的括號台灣 Report of China 台灣 你知道意思嗎 他叫做台灣機構為中華民國 因為台灣島上一個臨時政權 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樣啦 以前的中華民國 他那個法律屬性變成了 所以這裡 陳時中跟這個阿傢 簽的重點 他不說陳時中你是台灣關聯 沒有 但是他在進行什麼 台灣旅行法 這就要害 你就給他看這就好了 我今天就是要給你看這嘛 台灣同行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都有 就是沒有台灣高級關聯 所以台灣高級關聯是什麼人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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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辦事處 是中華民國流亡組織 及台灣機構對美國政府的聯絡辦事處 這我最近沒說過 現在的中華民國是流亡的流亡組織 然後他還有一個身份 叫做台灣機構 他是在台灣島上的一個什麼 流亡政權 名字叫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民國能夠等於台灣嗎 不是 你知道嗎 他是在台灣島上的一個流亡政權 你講得很其實非常明白 但是我不知道 你我就 你我就理解 你會對台灣觀聯很新的人 你這我就理解 他是people on 台灣 台灣島上的人民上去組的 但是他台灣人不是 他是台灣島上的人民 我們是台灣人民 那不一樣 我們是people of 台灣 台灣民政委的東西是people of 台灣 那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是people on 台灣 那兩個不一樣的意思 我以前演講 我有跟各位講過 這兩個意思是不一樣的 那個 我們美國亞太駐親史達偉他就很清楚 他分得很清楚 他把people on 台灣跟people of 台灣 分得好清楚 所以他很清楚台灣關係法 他很清楚 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的人的身份 他很清楚 所以你要對台灣關聯的話 跟台灣旅行法 這個人很清楚的人 你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你才說的是people on 台灣 你蔡英文這輩子是people on 台灣 他不是people of 台灣 那你不是people of 台灣 那你能夠當台灣關聯嗎 來你來看台灣旅行法 我剛講一個重點 你敢是people of 台灣 你拿中華民國身份證你是people of 台灣嗎 不是 你是 我跟你說你是people on 台灣 你是people of 台灣的人 你這裡可以做台灣關聯 你這裡是正港台灣的代表 台灣的代表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民政府 你有扮台灣政府身份證的人 你什麼 最大TW的人 這裡是people of 台灣 這裡是正港本土的台灣人 因為我們台灣現在有住了兩輩子 一輩子是中國流亡難民 一輩子是日本人 日本臣民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日本臣民 就是日本天皇的人 叫做日本臣民 那這裡可以是people of 台灣 所以你要先維護你的國籍 你去辦台灣政府身份證 那才能夠證明你是people of 台灣 你是people of 台灣 你這裡可以做officer of 台灣 你這裡可以做台灣的關聯 所以台灣高級官員的第一個條件 你要有辦台灣政府身份證 TW的才是 G的不是 TW才可以做台灣關聯 這是法律規定的 你要把本土的台灣人都找出來 還有他的國籍交回 這輩子才可以做台灣關聯 你聽到嗎 所以你要是辦台灣政府身份證 給我顯示TW的人才可以做 high level official of 台灣 你要去林子安這邊住 那時間到美國政府身份證 要來聯選台灣關聯 你如果說得到 你就是台灣關聯 第一你的國籍合法 第二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是台灣政府的合法政府 對吧 跟我們這個怎麼說的一樣 第一你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你台灣沒有學外的政府 我美國政府要主動幫忙 你台灣人會喔 你的國籍跟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說得非常清 非常清澈 你看不需要好多看 跟這個台灣旅行完 跟台灣關係完 你下去搭 你就知道 都要照這個法律來做 那這個美國衛生部長 再來是開第一千 你看到要害喔 好來台灣同行 是美國在台協會台灣機構的相關職員 這個台灣機構就是美國在台協會的代理人 那美國在台協會裡面有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就是美國在台協會 因為在美國在台協會 因為美國在台協會是代表美國政府 在美國在台協會 下面有一個國防部的人 國防部的人 他是 他屬於美國軍事政府 其他屬於文子人員 那屬於國務院管的 有屬於國防部管的 所以 AIT 他同時間被國務院管 又被國防部再管 你知道的意思嗎 AIT的直屬 上司 我告訴你很簡單 就是國務院跟國防部 這個國防部這邊的就是軍事政府 如果文的 這邊的 你看看那個文的 文的這邊都屬於國務院的 他就是美國政府的代表 叫做AIT 所以 AIT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我們未來的 什麼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個台灣政府 這樣說 你就全都非常清楚 你知道裡面的成果 這什麼規定的 台灣管的規定的 他有規定說 AIT就是美國政府的代表 然後他 美國政府的代表 他下面還有一個代理人 他要 他要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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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一 人來 顧台灣 就是請蔡英文 這個政權 他們的名字叫做台灣機構 那是台灣島上的人民 類租的一個臨時政權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這就是整個中華民國 國外號台灣的新聞 這樣你就清楚 我以前都講過 你如果聽不懂 麻煩你去聽盡情的演講 你如果我今天跟你講 你聽不懂 你的程度太差了 你一定對不到 麻煩你去 補習台灣關係吧 我前面演講 你如果聽不懂 你聽10件也好 聽20件也好 聽到你聽有意志 當你一天 你如果 人家說的 你如果富人間 你如果想通話就你了 都照法如跟你講 你去聽我台灣關係外的專題 他要跟你講 所有前因後果 我今天跟你講 你如果聽不懂 我告訴你 你真的要再回去補習 23 2018年台灣旅行法中 所述台灣高級官員 是台灣民政府TCG 聯選出的合法官員 依照法律 才是台灣高級官員 或台灣政府高級官員 High Level Officers of Taiwan 有嗎 of Taiwan 他說的是 真正在台灣的官員 你知道嗎 陳時中就不是 蔡英文也不是 那如果陳時中跟蔡英文都不是 他們整個中華民國台灣都不是 你知道嗎 最多是台灣compact 你知道嗎 台灣同行 還是說你要叫做 台北經濟文的代表處也可以 但是他怎麼 就不是台灣關聯 台灣關聯 就是台灣民政府的關聯 我們回合國際 拿台灣政府 身份證這輩子 還受完訓 還留在林子安這邊的 我跟你說 這是 這是 未來合法的台灣關聯 這樣你會有嗎 這啦 TGG Foundation INC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授權的當局證書 有嗎 TGG Foundation INC 這是哥倫比亞特勢 有嗎 哥倫比亞 這之前怎麼說過 還有什麼 台灣government 有嗎 Foundation INC 就是台灣民政府可以做台灣政府 你可以把台灣民政府看成台灣政府 就是說台灣民政府 如果你執政的時候 他就是台灣政府 他的全名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因為你的 美國軍事當局把你做背書 的台灣民政府 這是合法的台灣政府 所以你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你不可以把他分開 你不可以跟他說 台灣民政府 不可以 你在說他的全名 美國軍事政府 下俠的 台灣民政府 來 我告訴你 寫你這個法律 有嗎 美國軍事政府 管轄下台灣民政府 你這麼正確的 所以你要你還要說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不然你是什麼人的台灣民政府 你是美國軍事政府的台灣民政府 你才是合法的 因為這個法律規定的 這寫你 我們這條新聞前的後面 你給你看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是什麼USNG TGG 你台灣民政府 什麼人的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你哪有可能的規日 你 你要跟美國軍事政府規日 你說一些消費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要在那黑皮 解釋 你發一些 我們的進度很壞的 都不讀書 那些秘書上說 都不讀書 你如果都不讀書 讀書 你不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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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參加台灣民政府 那些所有人 我跟他講 都自殺的 都自殺的 不讀書 你不讀書 你不讀書 秘書人說的,你所有人都不遷徹了 正確的切都不遷徹了,總共的派民國的一些褸褸 那些詐騙集團的切,不然你不清楚,他就不得 你如果說真的是不得就很嚴重 還沒修法律你就害疑了 不得,還沒修法律你就不留待了 你如果說無地就算了,你心裡你自己無地嘛 那你不用地去討論,去討論這些 萬國共法這個什麼就金三條約,台灣關係法,美中什麼 你一項一項看清楚你就知道了 你知道你還願意收這些法律,台灣政委新聞你不知道多少 你第一你就不會討論了 衛生良好教育就不討論 第二次你還沒收法律你就不討論了 你以後要去做台灣政府官員,你做我利益 你看到你說的話都有我的法律 看到你做的,每項都都有我的法律 我給他看你這樣做下去 你要帶我這樣收法律,這些法律來你就不會去抓到 不然你要做台灣官員,你又很拚了,我不會騙 以後的法律比現在還多十倍以上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覺得你真的要經過台灣官員,你有資料做好嗎 你這法律,你是最基本的法律 你如果不會要,存在更加藍的,我看你不用說了 看著辦 沒關係,賣效我們就是賀嘛 我也是在賣效來的,我就是賀啊 我們現在這個法律是很基礎而已 人工美國給我們的法律更多 所以你做台灣官員,你做第一事情,你對法律要做 你還要學習 人人工還會拚很多法律給我們的 你不用去寫,不用去改水 你只要去做台灣官員,說給老百姓知道 好,來,所以,陳時中跟這個美國衛福部長紀明有一個重點 他跟他說,你蔡英文跟陳時中你們這輩人,不是台灣官員 你不要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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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麼?台灣同行 跟台北經紀委員的代表處 這樣簽的這樣而已 你如果不是去看法律,你看他簽的 好,來,我們第四共 美國軍事政府代理人台灣機構主席蔡英文 所以他這件衛福部長來,他也去寄蔡英文 第一件的就是蔡英文 我說,蔡英文的地位是什麼? 他寄蔡英文的料理後,他就簽這個備忘錄 他就簽這個備忘錄,把你的新聞聽下來 說你蔡英文跟陳時中,你是台灣同行 你不是台灣官員 這就是他來要跟他說的,跟他定位 定位說,你執行我們美國法律 台灣旅行法跟台灣關係法 你的身份就是台灣關係法 裡面定位的台灣機構 在台灣旅行法,叫做什麼台灣同行 你不是台灣官員,你不是台灣政府官員 你蔡英文跟陳時中不要亂想 因為你蔡英文跟陳時中都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不是本土的台灣人 你就是中國難民 你知道嗎?你不是台灣人 我叫台灣人 我會由國際,我知道我的老婆 老母是什麼人,我才叫台灣人 好啊,蔡英文這個,他的新聞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台灣機構的主席 來,我今天跟你說明一下 中華民國的新聞寫在對,你知道嗎? 我在重申一次,我以前有講過 你以後這些東西你會用到很多間 以下在台灣官員的第二條開中民意 中華民國是美國政府不承認的 中國流亡組織 在台灣島上的一個中國流亡政策 你知道嗎?在台灣頭上的一個中國流亡政策 所以人家說,這要怎麼處理? 一個中國政策和三個公報要去處理 美國跟中國政府一定說過 一個中國和三個公報要去處理 中華民國這次 在台灣官員的第二條政策的判定及聲明 來,這就是要害 中華民國不可能在台灣直接就地合法 嚇在台灣官員的第二條 一定把他判死 所以,台灣關係法很重要 不可以廢 A,由於美國總統已宗旨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在1979年1月1日前 美國承認為期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美國國會就有自訂 所以你看,他有說到兩項 美國總統一定宗旨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我跟你說,台灣統治當局不是中華民國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我還說什麼你知道嗎 你中華民國不是一個政府 你知道嗎?因為美國總統已經宗旨中華民國的政府關係 就是跟你說中華民國 它不是一個合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所以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合法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這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中華民國不是台灣治理當局 第二個,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合國際社會承認的政府 所以變成說你如果持有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 你不是合法的中國人 還是台灣人,你都不是 你有國際 這跟我們怎麼說的一樣 第一,你台灣人沒有國際 所以你拿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不是合法的國際 第二個,你台灣人,你沒有政府 本土台灣人沒有政府 他跟他說什麼 他說中華民國在台灣不是台灣合法的政府 所以另外我美國政府還要認識一個台灣民政府 跟你做做什麼台灣的政府 所以美國軍事政府,台灣民政府就是未來的合法台灣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他的意思就是你說這個 這是控媒案,兩次控媒案 台灣理行法和台灣關係法講得很清楚 你如果對這三個法案很清楚 你就知道我今天講的這個 我說的都法律 我講的都是法律跟我講的 我照這樣跟你講 你整個就倒起來 你就知道這個頭部的所有的營養就是了 這句話,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管理那裡 第二條就看死人了 你要好好看 你看看這個就知道我中華民國第一 不是台灣的地理黨 我問你,台灣的地理黨叫什麼 在台灣管理那裡第三條 有一個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所以USNG才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所以這個USNG下下的台灣民政府 才是合法的台灣治理當局 那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才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有沒有 他也跟你說在這裡 有沒有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授權的當局證書 有沒有他說 他說你台灣民政府也是當局 但是你這個統國的管理什麼人給你的 美國軍事當局 下下下的台灣民政府當局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台灣民政府是當局的潛力是美國軍事政府賦予給你的 這台灣管理那裡整項 你所有法律你都要通 你會知道你台灣民政府的什麼 頂頭上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就是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就是美國軍事政府 你跟我講的意思嗎 他就是 他會跟你說 所以美國總統後面背來講 他說我要跟你說台灣政府 你什麼意思 我們就出了一個台灣政府 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基金會 授權的當局證書 This certificate of authority is here by issue 2 有沒有 所以你對這些名字 你都要看 台灣民政府是被授權的什麼 當局 這是 這是 哥倫比亞特區政府裡面 美國聯邦政府說的 什麼意思 這就是美國法律說的 美國法律如果說你就是 你不用懷疑 OK啦 沒有問題 是不是這個 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台灣民政府 有沒有 這就是台灣的治理當局 就是台灣政府 這都是法律規定的 好 所以台灣統治當局 你不能再跟我說中華民國 你如果我聽到 我再問一件 他不是他 這是台灣國人的規定 已經說了 美國總統已經 忠實美國和台灣統治當局 中華民國間的政府 你說得很清楚 一定跟你說的 台灣的統治 當局 不是中華民國 還有第二個 中華民國 他不是我 美國承認的 合法政治 你都寫在裡面 人家說的 一箭雙雕 一句話把中華民國在台灣 處理掉 就是這句話就死了 所以你認為中華民國 可以在台灣直接 就地合法 你只看這 這條你就知道 不可能 不可能 就不可能 放下去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中華民國 台灣就求 你看台灣 這條你看到最多 第二條 你看到100條 你看到100條 你看到之後 你就知道中華民國 在台灣不可能 在台灣不可能 奧子 好 再來他奧子 再來 你要還有一個新聞 給他 你說什麼 台灣機構 第10條 我們有說過 台灣關係吧 台灣就是這個 在台灣島上的一個 臨時政權 名字叫中華民國 是美國在台協會 AIT 及 軍事政府的代理 這個沒有問題 我前面有解釋過了 美國軍事政府代理人 台灣機構主席 蔡英文的地位 是由美國總統 按照台灣關係法採取 所以我說 一件事 你用中華民國的 國民新聞前 去競爭 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你以後 還有什麼人想 美國總統白宮的好點 有嗎 你包括 蔡英文 金條 中華民國總統 還有賴清德 因為賴清德 是第一次 被選上的 中華民國副總統 所以他要去 美國國安部 怎樣 他去那裡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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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是假爛蛋 他就是 在美國的國安會 裡面裡面 叫我們假爛蛋 他第一個 以前 賴清德 他都說 他是台獨的工作者 在美國國安部 回來後 要在二月份回來 到現在都不敢說話 我好像 孤兒子 什麼我的原因 他去味道 他就知道了 你 中華民國的總統 是 台灣 是我 美國軍政府的代理人 他的名字叫做 台灣機構 你要聽什麼人的指揮 聽我美國 國安部 軍事政府的指揮 你聽有嗎 所以 為什麼 賴清德 背過後 他回來 好像很小孩 你跟賴清德 你問 你去美國國安會 像我講 他裡面 叫他吃藍蛋 是嗎 他立正正好 他在聽 他的訓令 聽了一段時間 是嗎 你問 他就跟他說 你怎麼知道 這是很重要的 你怎麼知道 這樣就對了 他在裡面說 很簡單 他說 不好意思 台灣我去接 美國國安沒有人說 因為第一句話 我去接 你現在聽我的 你不要 你已經要挨 不然你不用做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就是 台灣機構 的主席 跟副主席 就是 蔡英文 跟賴清德 因為蔡英文 又去過一間 他又叫我挨過 蔡英文 蔡英文 早就知道 他說 所以蔡英文 對 對台灣的國際 他也很清楚 賴清德 就是狀況外 所以 他第一件 叫他挨 他就挨 他就挨 回來 他聽回來 跟他講 就不跟他講 你知道嗎 這就是 台灣機構的主席 什麼叫台灣機構的主席 就是 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 你如果聽不到 就是 美國總統 他要聽美國總統的 美國總統 叫他說 你跟我 加入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眾 他拼了他 他就要找我們講 你知道意思嗎 他不可以反恐 他一定要聽美國總統的 他是美國總統 你聽不到 鼓 對主人是沒有反抗的權利 那反恐 我們三個把你消 好不好把你消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賴清德 他在國安會 就是這樣說 說你要聽我的指揮 聽我的指揮 聽我的指揮 你如果不聽話 你看就辦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 奇怪 怎麼中國民國總統 驚討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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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他去AIT AIT就傳給蔡英文和賴清德 他就跟他公報 中選後就跟他打一個當選證書 他叫做中華民國括號台灣總統 問你 這個台灣總統是什麼 什麼總統 台灣機構的總統 就是這個人 又可稱為台灣總統或台灣主席 台灣Present 這個台灣Present 就不是你想這樣 這是美國總統派的 你是我美國總統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那叫做台灣總統 那叫做台灣Present 這種的台灣總統 所以 所以我們台灣總統不是民選 你是民選中華民國總統 這個台灣總統是美國總統派的 又另外又派的 所以為什麼白宮要發賀電給蔡英文跟賴清德 聽聽聽聽 我希望你做台灣總統 所以我們這個蔡英文現在有兩個新聞 第一他是中華民國流氓政權的總統 第二個他是 這個什麼 台灣機構的總統 他要聽美國總統的 你知道意思嗎 這樣會聽嗎 他是美國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所以你也不可以去講蔡英文 蔡英文是 美國政府政府的代理人 你 你如果把他蓋上他 你去蓋上美國政府 他現在 減時在代理我們台灣的政權 你就要給他代理 當 他說 我們台灣民政權 時間到時候 換我們去做台灣國 知道嗎 換他要 對不對 把我們盜三天 你聽有沒有 會啦 他是美國總統和軍事政府的代理人 這就是蔡英文跟賴清德現在的新聞 好 好 後續美國政府對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的發展評估 我給你拿 這我拿 大概再來是這樣 三 第一 美國衛生部長的直屬上司是國務院國務卿龐佩奧 那預估國務卿龐佩奧下次將先訪問美國再來協會及台灣機構 蓬佩奧再來會來台灣 他要拜訪兩個單位 第一個美國再來協會 第二個台灣機構 我跟你說 在這個時候 他來拜訪的時候 大概就要準備要趕台灣官員 因為要成立台灣政府 找不到台灣人來做官員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說要做一個台灣政府 你的人 你的台灣的代表 台灣人在哪裡 你台灣的官員在哪裡 他在那時候 他就會 借他 他就會給我們介紹 凌值台灣民政委 就給我們介紹 這就是你們本土的答案 這裏 這裏 就是我們第一裏的台灣官員 你知道的意思嗎 全世界給他擦一個 蛤 蔡英文那不是喔 你就跟他回家 蔡英文 你把你的新聞情拿出來好不好 你的新聞情是什麼 你就把他的新聞情把它亮出來 啊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啊中華民國敢是台灣人 哇 就拚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不知道就證明中華民國 回去台灣 啊你就叫外國回憶 中華民國是四個二的 啊你的 你的首都應該是在中國的男子 啊麻煩你一個中國和三個公報你回去 啊你這樣回憶就好了 一個中國政策和三個公報嘛 你們說的啊 你們兩岸的中國人要統一啊 啊我沒有要跟你統一啊 我是本土的台灣人啊 啊我是台灣政府的官員 我哪有要跟中國統一我沒有 啊要統一是你們的事情 啊蔡英文純就退了 啊台灣官員就換我們做了 所以你要告訴我 他們那個中華民國最大的致命點 就是他的新聞情 中華民國四個一 中華民國四個一 是要他回憶二個一的台灣 麻煩你把中華民國 你把他回憶喔 那個台灣你給他一百塊 你看我怎麼回憶 四個一的要回憶二個一的台灣 那齁 那齁 人家說的切齁 他腳這麼平衡就是這樣 把四個一的回憶二個一的 啊如果我就這樣回憶 我覺得這個人 他真的有小一個婆 可憐 小一個人 他整個邏輯者 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也代表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也很成功 就是這樣 那台灣人突然破掉了 中華民國就回憶台灣 齁 你拿中華民國的中國身份證 你好意思回憶台灣 那實在很不憲小 你如果說 你就問蔡英文 你如果有賣的 你這拿中華民國的新聞情 你好意思當台灣的總統 齁 我跟你說 你的臉皮要往哪邊割啊 你知道嗎 不憲小 你中華民國 你好意思當台灣齁 這很不憲小 就是 我跟你說這群人啊 對不對 你聽得到嗎 你這樣回就好了 他也沒有辦法回你啦 你知道嗎 他如果說說說一堆很高 你會說 不然你法律政府拿出來 看看 你看你拿出來嗎 你拿不出來啊 你就是 中華民國 你就是沒有台灣的所有權 因為是日本天皇 人家日本天皇拿在那裡 你知道嗎 對 馬關條約 夏關條約 那是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前排給美國總統講 都放在日本天皇跟美國總統那裡 你 中華民國 你都搞不定 沒有就是沒有 跟太監一樣 下面就沒有了 好 所以 蓬佩奧會先來 來 他就要說到 要在 美國 要在台灣駐軍的問題 要幫助你防守台灣 然後應該也會提到 要跟你做台灣政府的事情 因為 他要先幫你暖個身 再來 想要什麼人 什麼人會來 美國總統就來了 因為 那是台灣關係法第六條的規定 你台灣關係法第六條裡面 這邊 這裡 應該是這樣子 這是我會的 這我會的 你們參考看看 但是我也不會說 因為我是教法人 所以下一個來的應該是 國務卿 蓬佩奧為什麼 因為他是AIT的主管 這是美國總統的第一順位代理人 算是前面幾個 應該是美國總統 副總統 然後再來就是 美國的參議院的議長還有眾議院的議長 再來就是蓬佩奧 但是蓬佩奧 他是國務卿 他實際上在掌握所有行政應務卿 因為美國總統 川普他對這個美國政府不一定會很了解 蓬佩奧反而比他了解 因為蓬佩奧對美國政府非常了解 他做過CIA的國長 所以他對這個軍方政府非常清楚 而且他本身是軍號出來 聽說他做他又去當律師 所以在美國裡面 他在那個白人裡面 他算是代表 他算是精英 美國的精英就是蓬佩奧 你給他看 那就是真正的精英 美國的精英就是 蓬佩奧這個樣子 不就像班農 川普總統這都是美國白人的精英 你聽到嗎 你看到嗎 所以蓬佩奧之後來 第二順位來的就是美國總統 那個時候就會講要設台灣政府 因為美國總統不會隨便來台灣 他來一定要設台灣政府 就是美國軍政府 台灣民政 台灣政府USMG777即將預備設立 監守法理經代佳奧 大家等就贏了 不要黑白做 好好的老人會領子安家 不要黑白做 不要黑白說話 因為你所有的東西都在被監看 所以你會不要黑白說 你名字不能黑白說 你如果要像我這樣 都傳政客的 都傳法理 你只說法論 說一些俗信 這樣代表你這個人討論很清楚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你說的名字才會正確 你說的跟做的跟想的都會一樣 你知道嗎 我就是看應該是這樣 你參考看看應該是 好那今天演講就到這裡 謝謝各位